原始碼 原始碼長什麼樣子 反正你按右鍵解釋原始碼 就是很複雜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說真的 你需要完全去了解它嗎 我倒也覺得 其實你說按右鍵解釋原始碼 你說都OK啦 像我們最早 原始碼很少的時候 說真的 我們真的從頭到尾自己慢慢找 真的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沒有比較好的工具 所以我變成說我要一個慢慢找 但問題這樣很辛苦 那後來那個瀏覽器 這個Chrome瀏覽器 它後來增加了按右鍵檢查這個功能 哇這太棒了 有這個功能真的太簡單了 因為你直接按右鍵可以找到 你要抓資料的那個位置的標籤跟類別 或者是ID 那這樣就簡單很多了 剩下我是建議 你可以再配合Ctrl F Ctrl F這招還蠻好用的 這個也是我自己習慣的方法 那坊間書籍不見得這樣交 不過我是覺得 你可以解決問題最重要 哪個方法比較順手 我想你就用那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吧 那這哪個方法 如果說我今天除了要抓這個網頁 因為我們剛剛是抓這個網頁 如果假設我們網下瀏覽 你會發現 這邊其實還有蠻多其他的資料 像假設我把它捲動到最下方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改抓別的東西 比如說我希望抓什麼 抓這個Bowers 然後呢 假設這個是藍的名稱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它底下的資料 那我希望把這個資料給抓到哪裡呢 抓到我的Excel的話 那這怎麼做 OK 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那第二個的話你可以抓這個 有沒有 什麼 Get in touch 有沒有 那這邊有哪一區中心的電話 那如果假設我希望呢 可以抓這些資料 是兩個欄位嘛 一個欄可能是 他什麼什麼什麼 哪一個推廣中心嘛 然後 他的電話號碼 另外還有這個 我們後面其實有個練習啦 就Links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好像前輩我們有個練習 就抓 H3有六個 所以呢 我們那個到第幾個 有沒有你看向下 這個啦 這個那幾個 第三個 所以你也可以把他全部找回來之後 然後呢 再去抓這個 不過我覺得 POWS剛剛是自己 這裡面幾個是自己打 OK 另外的話 他有KAS 你也可以把KAS Ctrl C Ctrl F 看一下 S也是六個 所以其實 他那個應該都標籤吧 然後位置的話 應該也是固定 我看一下 應該也是第三個 對應該也是第三個 所以想想看有什麼方法 那第二個的話 下面這些文字 我希望把它抓到A2 按右鍵檢查一下 這個什麼 一個P 對 然後裡面有這麼多東西 當然 如果假設 你說 老師 那我是不是Ctrl F 然後我抓什麼 抓那個 小鈺負到一個P P的話 是段落 你會發現 段落也是五個 OK 所以 五個 按照哪一個 第二個 所以要整個用單 把這些次抓過來 你們可以想想看 那你如果不抓P的話 那可不可以抓別的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我好像前面有個範例是 如果你要抓 但是P又沒有KS 可是它的上一層 上一層有點像是 它的 上一層 所以我們可以 改抓上一層 其實上一層的Inner Test Inner Test也是這個 OK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找到 那個KS 它的名稱叫做Custom 所以我們按右 Ctrl C Ctrl F Ctrl V 貼上一下 這個只有兩個 所以顯然的話 這個應該 條件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剛剛有六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所以要怎麼樣 剛好可以抓到我們要的 你們試試看好了 假如說我希望抓到這個 820 放A1 這個放A2的話 怎麼做 試試看好了 寫一次誠實 希望可以怎樣 幫我把A1 直接抓到820 我還可以把A2 一個可以把A2 4 5 6 6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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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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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